欢迎收听中文和海财经网站 6月14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是星期五 看回恒生指数 今天的表现就一样 要回吐176点 收市是27,118点 看到今天最低来说 曾经去到27,052点 27,052点 这个位置就好像有一个支持 上升的股份来说只有500多只 下跌的股份有1064只 成交方面有849亿 都是近来偏低的一个水平 先看看A股的表现 上升指数来说今天又回吐 跌穿了298点 报2882点 跌了28点 成交方面有4489亿元的人民带 看到港股都受自己的因素所拖累 首先都是中美贸易方面的前景仍然未明朗 至于G20峰会有没有什么利好消息 大家都没有信心 再加上今天A股有回吐 还有市场也担心 在本地的逃犯条例来说 可能在周末来说 再引发人的示威 或者是游行 所以来说都令到市场担心 无论外围和本地来说 都有些不明朗因素困扰着整体大市 那就是先看看个别的股份 那现在恒指都没什么看头了 暂时就看到 看看几重绑股表现 腾讯回吐了1% 报330元 另外来说 汇峰来说 都是回吐了0.8% 那去到63.8% 那就是另外呢 就是近来个弱势的中移动来说 都是继续弱势了 那就跌了1%去到68.3% 那不经不觉真是 在由这个三月中的高位 86元即是急插 回到68元这个水平 都相当之弱 可以这么说 那就 就昨天在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中东那方面 有两艘的邮轮受到襲击 那就刺激 油价来说 曾经是 就是急升过2%左右 那但是对今天来说 那些油股 就 影响不是十分之大的 那就是857来说 升了1% 那就883 就是中海油 都升了1% 那就386来说 都是 就是 就是 升了0.1% 6%左右 那就看到呢 3006股是继续穿底 那就 就 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 要失手了这个 就是 就是欠手下这个 5元的这个水平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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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来说呢 那今天来说呢 在港股的中午开市时段来说呢 就是黄金也是出现了一个飙升 那就是 升穿到这个 就是 升穿1350的一个水平 那看到呢 那这些港股呢 近来都是属于强势的板块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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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 6月4日来说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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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唯有炒了一些新股 看回前两天炒得很厉害的中央香港 今早来说都很厉害的 升超过差不多9.2% 早上升了两成 但是中午之后开始有散水的情况 收市还要倒跌 跌了8.9% 去回到8.7% 留意一下 其实炒新股主要是 因为市况近来来说没有其他投资的对象 大市不行 很多股份升完又跌 跌完又升了一些 变了来说 因为新股股没有卸货 升穿了之后 吸引资金继续追下去 但是如果要小心 始终炒完这么高 其实都会开始变得风高浪急 如果你高追了的话 如果不定止市位 就很容易可能有两成 甚至是三成的波动在这里 所以这方面 投资者真的要少住 第二 也要定市指线和资产位 另外来说 今天另一只上市的股份 就是寒心药业 这个股份很厉害 这个股份 这方面来说 就有9千股价升了三成六 那是19.5的 对了 那就是 去到这个 就是 升了是 三十六个百分 那 反映来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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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所说的 资金是炒了一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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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昨天来说 就是 就是 的泰卿来说,也是回升,报7.6,2.4 但仍然是低了猪股价 那就是说回恒指先 大肆仍然都看到,暂时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暂时都是27000点,先看成初步阻力 但如果失手了,可能真的要再试26800至26500这个水平 市况非常不明朗,中国也有些不明朗的因素 也要留意日元和黄金的走势,暂时有回升的迹象 所以都喷了短期大市的走势 暂时收市分析了 优优省